陈英钱自提三分之十二离职 洪孟凯在质疑 若交接公务为何休假 今年十万公投榜九合一选举让选物大乱 重选会主委陈英钱11月25日宣布倾辞获准 但如今重选会发布的公告中 竟署名主任委员陈英钱休假 导致一家寝思 重选会行政院则称陈的离职日定为12月3日 对此国民党发言人洪孟凯再举出三关键点 指红行政院护唐陈英钱 这不止无耻 更把全国人民当笨蛋 洪孟凯指出 重选会及行政院称陈英钱于11月26日 正式以书面向行政院提出于107年12月3日辞职 可见陈英钱主动提出要求12月3日辞职 代表他根本故意要拖到12月1日后才辞职 自己的年终自己赚 这不是无耻什么才是无耻 洪孟凯接著说 重选会称陈英钱的请辞军照一般程序走 而所谓的一般程序 指的是公文流程 但要问重选会过去哪一位文官请辞下台时 还能边休假 边等流程走 若不是陈英钱主动提出休假 难道重选会的一般程序是强制离职人员休假吗 这种一般程序到底是公务人员的程序 还是特定律令大官的程序 他进一步说 行政院指陈英钱是为交接公务而非年终奖金 如果真是为了交接公务 那为何要休假 且陈英钱如今并非高升或另有他职 而是因为选武失败被骂翻后负责请辞 请辞还能把特休休完 这要多磨厚脸皮才做得出来 离职前提不出1124投票混乱的检讨报告 却能多休几天下来拖过12月1日 说不是为了年终奖金 谁相信 洪梦凯还说 依照公务人员年终奖金发放规定 所谓发给基准弱势政务官 则包含主管职务加给等合计数额 而若是非主管人员 则仅有专业加给的合计数额 换言之 中选会主委薪资绝对比大学教授来得多 陈英前即便回归学校也能拿到年终 但用主委身份拖过12月1日 是否就能以主委薪水 来领取1.5个月 而非教授薪水的1.5个月 这点说没有差别 难服众人之口 洪梦凯强调 陈英前是阴选误办的天怒人员 而负责下台 投票日当天大牌长龙 边投票边开票仍历历在目 陈英前排有脸皮要领纳税人的30万元年终 若行政院无法制止 则这不止无耻 更是把全国人民都当笨蛋 蔡英文政府如果还是不懂反省 人民会让蔡政府知道愤怒